今天要的是 第一次加州民族 他们当中 有我们中国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印度演员导演 阿米尔汗 和俄罗斯导演 费多尔邦达尔丘克 以及中国演员张子怡 Mr.Ami尔汗 Mr.Feddle邦达尔丘 And Madam张子怡 Welcome 阿米尔汗呢 可以说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印度导演和演员 那么由他主演的印度电影 摔跤把爸爸神秘巨星三傻大闹保莱坞 都曾经在中国掀起过观影的热潮 拥有超高的人气和票房成绩 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认知 那么今年呢 他也将和中国电影人合作拍片 俄罗斯导演 费多尔邦达尔邦达尔丘克 指导的战争片斯大林格勒 科幻片莫斯科陷落 都曾在中国上映反响强烈 而作为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女演员 张子怡主演的电影是有口皆碑 也是与国外合作最多的中国电影演员之一 代表作有我的父亲母亲 卧虎藏龙 一代宗师等 其实要说到我们亚洲文明在形式上是 叉子烟红 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着它不同的 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 其实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呢 其实往往会碰撞出很多别样的火花 就像在我们的这个红毯中间 我们看到了有邦德尔丘克 包括阿米尔汉 包括张子怡 他们其实在国际上都是有非常好的作品 也声誉 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想看看 他们未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前景 对不对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张子怡女士 这组嘉宾真的是 可以说是超豪华的国际电影人组合了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的中央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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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是一席盛装出现在现场 其实看到这么多你平时也会喜欢的电影人 电影作品 我相信在今天的论讨环节当中 你可能也会发表一些包括作为演员 对于未来作品的一些前景 那么今天您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我心里还是很激动的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盛会在北京举行 有这么多的亚洲的电影人汇聚一堂 相信这是一次特别美妙的经历 而且子怡的很多作品 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相信说正在上映的作品 依然是大家未来可能会更关注的作品 我们知道我们在场的这三位 都有非常丰富的国际交流合作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我想提问一下我们阿米尔汗先生 那在您看来呢 是怎么看待影视上的这种交流与合作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阿米尔汗 您的视频和电视交流和合作的什么 我其实很期待到 我认为呢 在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当中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而且最终呢 能够生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电影交流合作的一个场景 这是要说到我们的邦达尔丘克呢 他是制作人 是导演 然后也是演员 他知道的像斯大林格的保卫战呢 也是曾经在有史以来的俄罗斯票房当中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嘉奖 所以在今天的交流平台当中 他特别想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表达他什么样的心情 谢谢 先来 比萦先生 首先我想说 我就是广和感谢来在中国 全是一个 organised来成为了一一切的缓业 我想要谢谢各位的富战 在中国 iVoowei 富战的我的觉得 谢谢大家 第二个 我们认为一个剧生製 一个电视剧 中国的电视剧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非常棒的亚洲影视周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而且我这次来到北京也感觉非常的激动 能够在这里见到我们的合作方 并且可以对中国的影视行业有更多的了解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中国同事 学习更多关于中国电影和影视方面的知识 谢谢 好的 这就是一个电影人的交流平台 期待今天晚上的电影大师对话环节 期待您的精彩表演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三位 请对象休息 谢谢